疏忽温风至一巡小鼠来 7月7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之一的小鼠 虽仍不到一年之中最热的时候 但此时各地已经能感受到高温的威力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 小鼠时期人们在饮食方面特别注意清热节暑 因此许多地区有小鼠吃三宝福天没烦恼的说法 吃三宝就是环扇 豆芽 还有是藕 因为想喝嘛 饭粥 然后吃藕 你看环扇这个时候正好是特别肥的时候 因为暑期人手臆不振 然后通过环扇水深的 它不会引起上火什么 然后豆芽也是清热消暑的 哦 那更是了 哦 也是水深的 这三种东西呢 比较符合这个使令的要求 对养生 对这个使令养生还是很有帮助的 在古代 小鼠虽不是一个重要的节日 但是为了面对小鼠后炎热的天气 民间还有着小鼠饭粥赏盒 晾晒衣物等习俗 首先呢 就比如说荷花开 那就有赏盒 放粥 然后呢 小鼠呢 有晒衣的习俗 就是那个皇家来说呢 晒荣袍 还有晒衣背 晒书 人们纳粮呢 它还有比如说 用的这个竹 竹系 竹产品啊 竹席啊 竹粮啊 竹枕啊 竹枕啊 是吧 甚至呢 还有竹衣 就是那个用竹子编的衣服 它那个隔热 就是有冰窖 拿冰窖呢 然后再拿冰回来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分发给大家呀 或者是自己做一些冰冠 早期呢 还有一些文人雅师呢 到亭子里头去 就是把那个水呀 呃 卷就是 呃 卷到顶 房顶上 然后呢 通过房顶的留下来 给房顶降温 给空底降温 然后让亭子那个这个区域呢 特别凉耍 小鼠 大鼠上征下主 专家提示 小鼠后高温天气频发 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晒 遮阳 饮食不宜过于油腻 如果要是要有户外活动的话 是注意出来要一定要带好 就遮阳的这个工具 因为因为房一晒呢 人一晒 温度一下就烫就上来了 容易中暑 对身体呢 造成不利的影响 这个是另外饮食上呢 一定清淡一些 这个时候大一大肉 少吃点 比较树一些 对食欲呢 比较有利 形成这种好消化